为了推广客家文化及提升市民课语能力 花莲市公所积极开办多个生活课语班级认证班 吸引了许多市民参与学习 日前市长魏家宴也特别前往各个社区 班级探望学生们 鼓励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以课语作为通行语 将语言中的文化与精神永续传承 花莲市公所从5月份开始陆续在主权 民生和民校社区开设生活课语班 利用上午的时间邀请到课语新传师 带领社区长辈们从课语的基础拼音 生活常用词汇还有简单对话开始学习 也透过图卡小游戏训练手演协调 为课语学习增添了趣味 我们这次到了我们社区开办的课语班 那目前是开了三个我们课语班的一个部分 那之后还有两个 那目前是民权民生还有主权 那也希望说热爱课语的好朋友们都可以来 早上都可以来这边学习 那也希望说我们课语初级的这个部分 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认证 那也希望说我们未来在生活上 都可以用课语来去做一个对谈 我想我们深化课语扎根课语的这个部分 我们不遗憾的在推广 课语能力初级认证班 利用晚上的时间来上课 总共有19位的学员参加 其中15个人报名要参加9月份的 课语能力初级认证 市长魏嘉燕强调 华联市公所会持续推动课语学习和文化传承 未来会开办更多类似课程 让课语在社区当中深耕发芽 让更多市民可以熟悉 也使用课语传承客家文化 介组会幻视报导